歡迎收聽《紳士國慶新聞》 我是芭芭拉 有一晚9點多 台灣青年張玉軒 正在他旅居上海的租屋玩手機 突然一聲巨響 大門被撞開 幾個中共公安衝進來 將他壓在地上 雙手臂手扣反鎖 然後將頭套奪著他的頭 拉回派出鎖 張玉軒被帶入一間密室 脫了他的頭套 他突然發現房間有幾個人 雙手被捆綁 吊掛在天花板上 早已奄奄一息 公安解開張玉軒的手扣 要他坐在一張審訊椅上 冷冷地問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麼事 張玉軒充滿驚訝和恐懼 回答不知道 接著公安便渴望他 你是不是台灣派來的間諜 張玉軒大驚 恥口否認 公安將他的手綁起來 固定在天花板上 還拿起電擊棒 開始墊他頭和身體 繼續迫問他是不是間諜 就這樣他就被困在審訊室三天 期間不讓他進食 在審訊的痛苦中 張玉軒上住 千萬不要順住公安的要求認罪 否則就會被困住 很難再出來 在這個期間 令他撐下去的信念是 我一定要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我就有救了 這個時候台灣的意義不再只是家鄉 而是信仰和希望 三天後公安將他丟到公安局外面 身心虛弱又受創的他 靠著要生存下來的意志 腳浮浮地回到上海住所 這是張玉軒2022年10月 在上海旅居時 被中共迫害的情況之一 今年26歲的張玉軒 說有些癡尼根 口齒不淋漓 被中共迫害的經歷 也讓他造成創傷 加深言語障礙 由於家庭因素 張玉軒從小就是親共人士 也就是俗稱的小粉紅 他從小就相信中共所宣傳的一切 經常看的新聞台就是中共的央視 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運動 當時還是高中生的張玉軒 對學運很反感 於是在新黨成員王炳忠的面書上留言 希望可以與理念相同的人相聚 王炳忠將他帶入新黨青年的圈子裡 他認識了俠漢賢、林明正等人 後來還和鬧出間諜案的中國青年周宏玉相識 張玉軒透露 周宏玉還曾問他要不要加入共產黨 張玉軒雖然是小粉紅 但對於可能會觸犯台灣法律的事 還是有所警覺 所以拒絕了周宏玉 然而 這個不改張玉軒親共的理念 他在新黨青年安排之下 參加過好幾次中國旅遊 參觀了中國的高樓大廈和紅色景點 張玉軒描述當時的心態 就是什麼都覺得中國最好啊 什麼都覺得中國人最強啊 覺得中國人很值得驕傲 覺得不可以批評中國 誰批評中國 誰就是他的敵人 2022年當中國疫情還未緩解 風控亂象四起時 張玉軒就相信中國形勢大好 決定到上海旅居 期盼可以賺大錢 他原本也想說 中國14億人口 第二大經濟體機會這麼大 去那邊闖闖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 像那些台灣商人一樣有機會發大財 但是一入境就被隔離二十幾天 張玉軒開始對中國的現況感到詫異 隔離結束後 他透過朋友介紹 找到一個咖啡廳做適應生的工作 月薪人民幣4000元 他不禁感到 就算是在中國最繁華的城市 生活也很艱辛 張玉軒也曾遇到 有中國民眾跟他講述中國真實情況 一家屋原本用來開店做生意的民眾 後來政府說要拆遷他的屋 原本答應要分給他一二十萬元費用 但沒想到拆遷後連一分錢都沒有分 淪落到現在的窮困老島 有一天在上海灘區喝咖啡 看夜景時 張玉軒遇到一位法輪功學員 這位法輪功學員跟他說了中共迫害的真相 聽完後他很敬佩 就算中共打壓 原來還有一班人保持著他們的信仰 這些所見所聞 他開始對中共產生懷疑 原來小粉紅的心態開始動搖 於是張玉軒把這些經歷寫在微博上 也就是在這時候 公安開始找上門 有一天公安找上門說 你犯了什麼事 自己心裡清楚 然後將他帶到公安局 叫他在悔過書上簽名 還將他留在公安局四、五個小時 之後就放他回家 在審訊室的折磨中撐過來之後 張玉軒一心想回家 充滿恐懼和憤怒 他想揭露中共的真面目 於是將這次經歷放上網 沒想到公安又第三次上門 這次也是深夜入城時破門而入 將他扔在地上 然後將他扣上手扣 醒來之後 他發現自己躺在醫院張床 一位醫生和護士 來到跟他說 這裏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 不要亂走 等一會有人來接收你 趕完就離開 張玉軒心想 完了 被送入精神病院來了 如果現在不走 之後就恐怕會被消失了 深緣一念 趁沒人看著 他奮力地往出途 外面的大門是鎖住的 只好翻牆出途 一路狂奔回家 一回家趕緊請家人 訂最快的那班飛機回台灣 很不容易上了飛機 飛機起飛之後 他大大鬆了一口氣 我自由啦 踏上台灣土地那一剎啦 他心中大叫 我竟然活著回來 他覺得是有神在眷顧他 太幸運了 差點死在中國 事後記者致電 當時逐張玉軒的上海洛山新村 派出所尋求回應 一位接線人員回答說 幫你問一問 之後再打電話 就不通 記者也致電上海精神衛生中心 總機人員說要轉去行政部門 但撥打行政部門分機也無法接通 親身經歷中共的迫害 張玉軒已經徹底認清中共的真面目 由一個小粉紅變成一個堅定的反共人士 張玉軒後來聯繫了台灣反共的網紅 將這段經歷揭露出來 他現在認為共產黨如果一天不跨台 他永遠不去中國 而且他要為更多那些被共產黨欺壓 被共產黨迫害那些人發聲 那次張玉軒遇到的法輪功學員 就很希望他可以逃出中國 能夠來到外面 自由世界 好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 經歷一場身心靈的震撼 過程苦劫 醒悟了的張玉軒 想對和自己以往一樣的小粉紅說 醒醒啦 中國是沒有人權的 你搬過來去住一段時間 就會體會到什麼叫沒有人權 什麼叫沒有言論自由 他亦想對那些大中國主義者 或者是比較親中的人士說 他覺得小粉紅 都應該搬去中國住一段日子時事 你就知道台灣到底有多美好 中共給不了你人權 給不了你言論自由 也沒有新聞自由 你看到的東西都是黨貫輸給你 基本上你在中國 你是一個韭菜 你是一個人礦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李細芬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選擇 《大紀元記者一位》 《小聲中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